空拍鏡頭中整座民宿莊園 變得四分五裂 左邊民宿下線位移 還有這一片景觀庭園 也隨著吐石崩落 平地走進去就可以進入房間了 就是這一個門 對 它有三 四個 一樓有三個房間 一樓大門變得好遠好遠 林小姐怎麼也沒想到 這種民宿整修不到一年 竟然崩塌位移 現在連進都進不去 不但往外位移三公尺 民宿崩落二樓變一樓 十二公尺高的建築物 傾斜十五度 不只如此 由上而下俯瞰 不只建築物崩塌 一共一百五十坪的 庭園咖啡座通通塌陷 突然聽到很多水聲 沖下來的水聲 水聲沖下來之後 然後就聽到 鼻鼻巴巴的聲音之後 就突然就倒塌了 兩年前這棟民宿 慘遭助容 才砸下五百萬重建 完工後分為九間房 不到一年時間 又因為大雨災情掏空地基 苦心經營付諸流稅 七十多年來 小孩吃得大寒 我們快快去救 整個盆地下限的程度 已經非常非常惡化 封面好雨造成 泥盆地淹水浸潤 導致大量地基流失 業者主動通報 但是否能修復還是未知數 為了顧及遊客安全 只好忍痛做出歇業決定 記者洪建民南投報導 大健成為極端 启仿主動 なんか線吻